紧接着上一期 我们再来看一下秦辉教授另外一个论点 巴勒斯坦人当时没有主权 五个阿拉伯国家何止提供援助啊 他们就直接下场作战是战争的另一方 是吧何止是代理人而已 而当时的巴勒斯坦人又在哪里呢 是吧当时的巴勒斯坦人连代理人都不是 2023年11月9日 独立中文笔会发表了 清华大学法学院王明远教授撰写的回应 题为论张平秦辉二教授 关于巴以问题的若干基本实施错误 关于巴勒斯坦当时的主权问题 王明远教授这样陈述 张平教授和秦辉教授都认为 之前巴勒斯坦地全部属于阿拉伯人 无论是在奥斯曼土耳其时代 还是英国托管时期 巴勒斯坦地区的大多数土地主权 都是属于他们的宗主国 得出巴勒斯坦土地的主权 在1947年以前属于英国的结论 进而来证明 巴勒斯坦抵制巴已分制是蛮横不讲理的 是无理取闹的野蛮人 其实两位教授以及坚持这些观点的人 并不了解委任统治的本质 委任统治源于威尔逊的14点建议 委任统治地与殖民地不同 根据国际联盟公约第22条的规定 委任统治土地的主权 暂时属于国际联盟 而不是属于委任统治者 委任统治的本质是国际联盟 委托委任统治国代替行使行政管理权 经过委任统治者的训证 最后把主权归于当地人民 让他们建立国家 这当时被视为非殖民化的进步表现 因此英国人并不拥有在巴勒斯坦主权 只获得了巴勒斯坦治理权 并且是在1922年 已与国联签订委任统治书的形式实现 笔者还从国际联盟网上大案馆 找到了这份委任统治协议 里面包含大量对英国委任管理行为的约束条款 此外英国每年还要向国联理事会 汇报委任情况 就像公司管理团队 要向董事会汇报财务情况 虽然基于英法控制了国联 这些委任统治约束 很大程度是形式上的 但是从本治原则上讲 巴勒斯坦更像他的承包地 而地气明明白白写着 以后要归还主人 也就是当地土著居民 英国著名法学家 剑桥大学法学博士 拉尔夫维尔德教授 对英国的做法深入研究以后得出结论 英国的一系列做法 不仅侵犯了巴勒斯坦主权 而且越出了国籍法授权的范围 法律上站不住脚 首先 维尔德博士指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国际联盟托管给英国的巴勒斯坦地区 属于A类托管地 按照国际联盟公约第22条规定 A类托管地应当在英国保护下 作为独立国家的存在 可暂时得到承认 但需由委任统治国 提供行政建议和协助 直到他们能够独立为止 也就是说 英国开始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的1922年 就应当辅导巴勒斯坦走向独立 英国恰好没有这样做 维尔德教授进一步指出 尽管巴勒斯坦委任统治书 由国际联盟发布给英国 也按照英国的意愿 植入了贝尔夫协议 但是这样做 依旧违反了国际联盟自身的规定 在他2023年9月28日 加沙危机爆发前夕 开设的公开讲座中总结道 根据国际法 关于国际组织权力的一般原则 委任统治协定中 贝尔夫宣言承诺 与联盟盟约第22条相抵触的部分 应是为不存在 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 没有按照国联盟约第22条的要求 暂时承认巴勒斯坦建国 而是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 一直霸占着这片领土 以使贝尔夫承诺得以实现 这违反了国际法 当英国在所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从奥斯曼帝国手中 接过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权 为犹太人移民提供了便利 这使得人口结构 发生了有利于巴勒斯坦 犹太社区成员的变化 他规定将土地和财产 转让给犹太社区成员 包括通过强制征用和其他方式 没收非犹太裔巴勒斯坦业主 和占领者的土地和财产 支持发展和建立临时自治的 犹太政治机构 同时拒绝支持和压制 任何相应的 非犹太巴勒斯坦机构的活动 我们再来看一段 简短的历史镜头 美国著名阿拉伯裔中东学者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爱德华塞伊德 回忆发生在他父母身上的一件事 我母亲出生并生活在拿撒勒 并于1932年 在那里嫁给了我的父亲 我父亲来自耶路撒冷 直到10到15年前 他才告诉我 这是他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 当他嫁给我父亲时 他们必须登记婚礼 他们一起去了巴勒斯坦政府 委任统治办公室 那里的官员是个英国人 我母亲说 他惊讶地看着他的撕毁他的护照 我母亲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说 现在你可以用你丈夫的护照旅行了 他说是的 但我的意思是 我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 失去我的护照 他说 嗯 因为你这个护照的名额 将给一个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 他的想法是 他的身份只是 你知道 只是撕掉一张纸的简单行为 就被一个外国人夺走了 他为此承受了三十年的后果 他曾经不过去 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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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的意见 就是 就是因为一个简单行为 个碗纸的事件 也被他败过 她的外国人 倒是骇过 之后 她经历了这种 30年 所以她又变成 在这位东西 上的方式 的目桌 是